根据统计 冬天 心脏病 脑中风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甚至心衰竭住院的病人都会增加 而且现在极端气候的问题 极端的冷和极端的热 都会对心血管疾病有影响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副社医院副院长 同时也是心脏科医师刘俊廷说 天冷我们必须要被动的保暖 这个是衣服啊 新围巾啊等等 老人家浴室帽子啊 手套 袜子要特别小心 可以注意保暖 避免温度的丧失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很多病人他虽然穿了很多衣服 但是老人家产热的能力啊 活动就变差了 穿多衣服也不见得能保暖 所以有时候在环境的关系 可能大家在房间有些很冷的时候 必须开一些暖气啊 温炭等等 刘副院长也提醒 民众常在天冷时进补 但进补时会喝很多的汤汤水水 摄取过多眼分 其实对身体的循环不好 所以冬天还是要少摄取盐分 多活动 多流汗 才是比较积极的保健之道